中央社记者张荣祥台南九日店31岁谢姓男子因慢性咳嗽接受检查,被检出肺结核 分支杆菌感染,抗生素治疗近一年,病灶还是存在,最后接受手术切除部分肺结 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黄维利今天指出,谢男胸部X光显示右上肺肩除有白影,确诊是 肺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后,开始接受抗生素治疗,但右上肺液病造持续存在,甚至产生空洞化 谢男在接受单孔胸腔静右上肺液第一及第二肺结切除,术后恢复良好,顺利出院,门诊追,治疗中 黄维利表示,一般人若有慢性咳嗽,食欲不振,体重减轻,甚至咳血,都会害怕感染由结核分支杆菌造成的肺结核 但,因药物进步,肺结核治疗效果显著,台湾肺结核发生率逐年下降,反倒是非结核分支杆菌正悄悄地影响国民健康 相较于肺结核,肺脏的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是各领胸腔科医师头痛的疾病 虽然非结核分支杆菌的感染不会人传人,但因诊断的困难,药物的复杂性及抗药性等问题,多造成病人身,新严重损伤 黄维利说,治疗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,只用抗生素治疗是不够的,必要时需 及早以外科手术切除病灶,以药物及手术双管齐下,才有较佳的治疗效果 编辑,吴佳颖,唐生娘1070509